孔子曾经约过 约过什么什么什么 鲁迅曾经说过 我们总是喜欢说 孔子跟鲁迅说了什么 鲁迅曾经说过 中国存在两种人 第一种是坐稳了奴才的人 第二种是想做奴才却做不成的人 这是鲁迅他总结出了这么一个中国人的一种心态 咱们朋友们 有多少在小时候 父母尊尊教会 好好学习 长大了要进金官单位 捧个铁饭碗 小时候我就不明白 这个铁饭碗哪里好 后来他想明白了 长大以后想明白了 这个铁饭碗实际上就是为了当人上人 就是为了能够高于一等 但是想高于一等是有代价的 因为你上面有领导你得听领导的啊 不管你在这个机关单位里面啊 你面对这个上级的领导你多么装孙子啊 要么就是你多么的卑躬屈膝 这都不要紧啊 这个上级领导他指着你鼻子骂 骂了你屁都不敢放一个 这都没关系 只要下边还有人能被你踩着 能替你使唤 那你就是人上人呢 对不对 你逢年过节你要给你的上级去送礼吧 送钱吧 孝敬着 对不对 这也没关系 下边还有人踩着 你从他们身上加倍的索取回来 就可以了 就过本了 对吧 就是说成为这个人上人吧 就是意味着什么 就当你掌握了某些权利资源呢 别人求你办事的时候 他们必须得求才行 得求着你才行 光求还不行 还要干嘛 还要附加物质上的好处啊 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好处啊 送钱送礼还不行啊 还有还得去送女人 都有可能的 家里啊 摆满了各种人送来的什么 中华烟啊 茅台酒啊 是不是 就是亲戚来了 有面子呀 大手一挥 这个中华烟拿两条去抽 拿两瓶酒去喝 贝尔有面子 人上人心里爽啊 是不是 你要是招待个亲戚朋友 是吧 给安排宾馆 比方说 我有朋友在哪地方去当官嘛 别人同学就看他了 给安排宾馆 就说 呃 这是某某单位安排的 宾馆老板 你说这在看到这个这个当官的去安排人过来住 怎么敢收钱 还得赔笑啊 您这单位的朋友来下榻本店 瞧着起本店啊 彭壁生辉啊 钱了算了提前多伤感情呢 其实心里都肉痛啊 对不对 有时候去饭店吃个饭啊 吃完了饭打个电话 上次想谁找我办事来的啊 老李啊 你上次找我来谈什么事啊 我过几天我跟你办啊 我现在我有点事我这边请人吃饭不太方便你过来把账结了啊 你的事我过几天跟你办 那个老李你还得屁贴屁贴马上打事过去把把账给结了 这个事有没有 有吧 人上人呢 有的人呢 那些呃体制内的带着几个朋友啊 去这个KTV唱歌啊 找找找几个公主小姐 是吧 神气活现的冲着女孩吆喝啊 这都是我兄弟给我伺候好一点啊 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啊 这个女孩吧 内心是战战兢兢 内心战战兢兢 表面上还得强颜欢笑 服服帖帖的去伺候这些客人啊 到最后用卫生纸擦他体液 拍拍屁股走人 这个有面子呀 碎学心的打着酒阁跟朋友们吃牛逼 这个场子是我罩着的 他才不敢说我的钱 是吧 嫖妓都不给钱 多了去了 这是人上人的感觉呀 多爽啊 多少人为了奋斗的目标 就是为了成为这种人上人呢 是吧 你说为了中国崛起而读书 为了改变世界而奋斗 你现在有这种理想 你好意思跟别人说吗 你要说我 我这个我努力 我是为了改变世界啊 我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好 我是为了中国崛起 我我我努力 你给人说会被别人笑话的 现实现在就是这么套蛋 咱们这个国内的朋友们啊 现在是很多人啊 主流的意识形态里边 对于奋斗啊 他就是一个主线啊 先是被人踩着忍着 忍辱负重 然后奋斗着干活 不仅你的本职工作 你在那个体制内单位里边 你不仅你的本职工作 你要干出新花样 而且你还要不断地揣摩上意啊 上级他喜欢什么 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呢 是喜欢字画呢 还是喜欢这个古玩呢 还是喜欢什么样口味的女人呢 对吧 你得揣摩上意 然后送 只有这样上去 他他才会弃重你 他会提拔你 然后你才能踩着一批人啊 然后就是能够上去 是吧 你上去之后呢 你就能把别人踩在脚下 你再去压榨这一批人 你把曾经自己吃过的苦啊 遭过的罪 你得让手下人再经历一遍 或者加倍的经历一遍 是吧 你利用手里的就是所掌握的这个资源 权利啊 更好的再去服务更大的上级 是吧 你手里掌握了更多 你升官了 发财了 手里有钱了 是吧 你会拿它再去服务上级 为了是能够把更多的人踩在脚下 国内的奋斗的主线 人员的一生啊 很多人都这么过呀 你说在这个过程中啊 你不断的感受着这是人与人斗的快感啊 和痛苦 人与人斗是爽啊 有快感也有痛苦啊 痛在其中乐在其中啊 这是奋斗的意义啊 是吧 这是他们奋斗的意义 但是实际上他不不创造任何价值 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 你咱们不光说是在机关单位 不管说是在企事业单位啊 你在其他所有领域几乎都是这种潜规则 对吧 你说在娱乐圈 你这个演员你要是刚出道的时候 你没有资本 你长大片你都没有用啊 干嘛 你只好被别人潜规则 投资人导演 还是各个方面那些大腕 你都得去说难听点跟人睡觉啊 你睡完觉之后 舒服了之后 活好之后啊 然后你才能得到好的角色 更多的出境率 是吧 你要是当自己稍微红一点的时候 那你就开始潜规则别人了 对不对 你刚开始自己是一个小演员 不断的潜规则变成大员员 大员员之后你自己成立什么影视公司 再投资投资拍电影 然后再潜规则别人 是吧 娱乐圈啊 只要有规则就好办 就怕没规则 你不知道有多少那些被潜完之后 淹死在娱乐圈 只能上那上去 是吧 潜你白潜 把你潜完之后 给你睡了之后 就是不给你决策 不让你上镜 你有什么脾气 然而现在 钱不后继 络绎不绝 你再说一下这种 民营企业公司 各种公司 是吧 也是这样啊 你要是光能够焖头干活 创造价值 你并不能出人土地 光焖头干活 是吧 你还得会来事 你能服务好老板 董事长 大了不说 小了 你这是部门经理 是吧 车间主任 是吧 你才能有一个什么 一个基层的一个员工 或者说一个基层的业务员 被提拔成业呃什么业务经理啊 大学经理啊 有的是被最后混成什么营销总监 总经理之类的 是吧 看似是工资是越来越涨 是吧 当你混到顶的时候吧 你这种你开拓市场呀 服务客户的能力 也被磨的差不多了 是吧 你把精力的你都用到那上 那上面去了 是吧 你这招待客户 你这除了喝酒唱歌 喜桑拿 你已经找不到更好的公关方式 跟拓展业务的方式了 对吧 这时候你底下那些有能力的员工 被压着没法出头 只好走人 企业他就是这么慢慢死掉的 人才流失 人才是就是这么流失的 咱们说了国内一些现象 咱们也说一说 西方人的价值观 不好意思 你又说我舔 咱们先剪好的说 西方人价值观里边有一种什么 歧视精神 歧视精神用咱们国内的流行语 就是佛系里边的 慈悲 阿弥陀佛 慈悲 基督文明 基督世界 人们他们总是会思考人生的意义 因为我在这边经常会上的 人们就是老外就总是喜欢凑一起讨论问题 就是你看这个世界首富 那个比尔盖茨 他虽然也是开豪车住别墅 但是呢 他就是说想明白这个人生意义之后吧 他就开始做慈善了 开始对这个弱势群体慈悲了 对于他们来讲 做个人上人 做世界首富 赚多少钱 这个理想太俗了 马云都说过 钱这玩意是最好获得的东西了 马云说的挺有意思啊 是吧 你得用你这个能力啊 用你所掌握的能力 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啊 被后人所铭记 知道吧 利得 才能不朽 知道吧 明白 不明白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咱们这个国内的人呢 穷的时间太久了 你自己很多老板 他自己当老板 一个星期工作80个小时还不够 他还得踩着员工 逼着员工跟他一起加班 加到996 而且还吹捧这种吃口耐劳 文美德 这些老板 很多老板 他自己赚到钱之后 他不知道钱怎么花了 迷茫了 他为了打消这种迷茫 他干嘛 他就包二奶 养小三 私生子 大家还羡慕 人家能娶三个老婆 那人家有本事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有钱了 你有没有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对吧 有钱了 你可以 纸醉 纸醉金迷 罪生梦死 那些陪你一个星期工作80个小时的员工 工作80个小时的员工 他们享受不到这些 你看这个员工累死累活的工作 你当这个人上人很爽吗 有钱了 你在老家盖那个大别墅 别人家盖的是200平的 那我又盖500平的 别人家盖两层的 我盖三层的 别人家没电梯 我家别墅 我再加个电梯 我就给你比 把别人比下去 我比你有钱 我就比你有面子 亲戚朋友都羡慕我 嫉妒我 这种人生上人的感觉好吗 我想是很好 是很爽 但是他创了多少社会价值呢 你家里盖别墅了 别墅盖好了 就在老家的大别墅里面 是不是 开个车出去兜风 河里的水是臭的 山上的树也被砍光了 马路上尘土飞扬 河里没鱼 山里没鸟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吧 我这辈子赚了一千万 赚了一个亿 我了 这个人上人的理想实现了 我这辈子值了 价值观 这就是价值观 别人家要走老小偷了 跟我没关系 把防盗窗 我加裤就行了 别人家还不丢了 跟我没关系 我请个帮忙24小时跟着就行了 别人因为这个什么炒股 赔光了 跳楼了 跟我没关系 我早就把钱换成美元 存在汇丰银行了 存在什么渣打了 华旗了 是吧 别人家因为吃了农药超标的食物 结果食物中毒了 跟我没关系 是吧 我已经联系好了 有几个有机农场专门问我家供用蔬菜 是吧 你好像你成为了人上人 好像你有了钱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钱来解决了 总是会让这些被踩着底层的人 让他们去踩这些地雷 自己最大限度的去规避这些风险 所以你是人上人吗 你只要负责岁月静好 过好小日子 坏事只要不在我头上发生 那就万事大击 当然了 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我也认识一些做生意的朋友 其实他们并非不是不想去承担社会的人 不是不想去做慈善 而是他们在做生意的过程中 他们经历了太多这种世界的阴暗面 知道吗 这导致他们做生意 他要把大部分的精力 去维护在这种各种政府的关系上面 他们很难拿出时间去做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 虽然他们有钱 但是你说这些民营企业主 对于政府来说 他们都是小蚂蚁 他们都是随时可以挤奶的奶牛 我这些做生意的朋友 他们光想让企业活着不破产 能够给员工发得起工资 他们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他们哪还有精力去承担社会责任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是这么烂了 咱们还要让它继续这么烂下去吗 是啊 烂着吧 那怎么办 那就尽可能的去多捞一点钱吧 是吧 就每个人就是成为这个所谓的人上人的同时呢 很多人也都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大环境啊 是吧 既然你掉在粪坑里面就安心的吃屎吧 说的很轻跳 现实很残酷 如果你要是成为这个所谓的人上人呢 我觉得你应该为这个社会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当你有这个能力去改变社会的时候 哪怕能改变一点点 但是你不愿意去做 那么这个社会就只能够持续的烂下去 生存的环境就只能够持续的恶化 那么你成为人上人呢 那又如何呢 我们的子孙他吃了 会有我们的愚蠢付出代价的 那真的 我们真的是很愚蠢的 愚蠢到我们不知道自己愚蠢啊 这个也是我们跟这个文明世界的差距吧 这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文化问题 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刘小波他说的对啊 这个中华民族要想走向文明啊 还得让希望世界知名三百年